好 剛才用了少許時間去裝修一下水那邊的路 讓大家看看 現在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啊... 也算是... 水索? 這個狀況是類似森林之類的樣子 但還是不會有怪罪在這裡是為什麼呢? 全部都是小鳥飛走 搞什麼? 全部都生蛋了 然後去其他地方 當這裡是巢園住完就走 哈哈哈 然後去其他地方生活 捉巢啊 其他地方搞什麼啊? 真是的 一隻怪都沒有留下來 反而我這邊的精靈的留下來機率比那邊還高 那邊的精靈全部都是鳥 然後全部都飛走了 咦? 我們竟然出現了一個訓練家在這個區域 果然我們出生的地方就是一個福地 這個位置不斷出東西啊 來吧 什麼來的? 蚊香蛙 一顆蚊香蛙 死了 他 一發秒了 還有一隻獵獎 非常好啊 是不是有些正的道具會掉下來的? 給我 現犯 哇 差點連一顆都打不贏 贏了 什麼都沒有啊 不是吧?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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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隻鳥嗎? 13呢? 這隻鳥 再見 欸 什麼? 蛙蛇 蛙蛇 蛙蛇10呢? 又是不夠打 又是 又是打不到的 草系 因為草系打他有抗性 用毒針 我只能用撞擊打而已 還要扣得這麼少 打不贏了 走啦走啦 又要死啦 我的奇異種子 究竟死了幾次啊 這隻 這隻 這隻遊戲 真的不可以選草系 選草系的 弱點實在太多了 做不到很多事情 之後呢 我就填了一些水 因為呢 發現水都很少生成 所以直接換成鵝卵石 期間呢 就想呢 扔這個精靈球去打這個小鳥 可惜被它飛走了 好 突然有特別的事情發生 就是上面呢 有一個 洞穴又出來了 之前見過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就先試一下 扔這個精靈球上去 啊 喂 總之無法戰鬥 好 我們試一下 把精靈球扔上去 看看有沒有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飛過去了 好 應該不夠力 扔那麼高 我們這樣鋪個環 看看 是 咦 有嗎 怎麼進去的 怎麼進去的 這裡 沒有啊 又有這個聲音 喂 消失了 喂 我還沒上車啊 司機 我還沒上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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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這麼快就不見了 哎呀 怎麼下去呢 跳到床上應該不用死 或者跳到水裡 這個應該可以了 喂 剛剛好 這個東西我們先放在這裡 好 那現在呢 大家看到這裡會有一條橋 那這條橋呢 我想做一個新怪區域在那邊 那我就準備了少量的石頭 少量的石頭 還有可能 沙 沙 現在做 沙怎麼做呢 就是這樣放了一排這些石 然後再用這個hammer 這個錘呢 打下去就變成沙出來 那邊呢 可能呢 試一下就會用石頭和沙 組成一個新的 新的 新城區域 因為我發現呢 那邊呢 生一些怪呢 很奇怪 對啦 我懷疑呢 是跟那些的泥土啊 就是區域 不是不是 那個方塊有關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要放些 東西過去了 好 還有我放那條水柱在那裡 做一個測試 看看鯉魚王 或者所有水柱在那裡生出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區域給他 這裡 好 大概就做這麼多這個範圍 然後呢 然後呢 應該呢 我們放些方塊上去 它就會生怪 好 那 就試一下這裡 這樣放先 對啦 看看會不會生怪 先試一試 這樣 過四格 這裡 然後它會好像在上面呢 那些方塊上去生出來 好 那我們呢 等一下再過來看看 因為太近的怪 所以它生不到怪 我們跳回來 欸 出來了出來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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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蛇也是 為什麼呢 又是阿巴蛇 十 又是 又不夠打 又是阿巴蛇 真的是草系的悲哀 完全不夠打 它生出來的東西 每一隻都不夠打 即是說它某些方法才能生怪 而這些鵝卵石應該是不能生怪的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收集不同的方法讓它們生怪 現在的目標大致上都已經明確了 我發現有其他精靈了 但好像跟以前一開始都是打咩咩羊 所以其實應該沒什麼分別 是什麼原因影響它生怪我都不清楚 所以我們先打這個咩咩羊先 但應該還是會中電磁波 哎呀它避了招幾新種子 再來 中啊中啊 中都可以 至少回一點點血 接著我們用生長 撞擊 接著就可以用鞭它了 鞭它 哎呀麻痺了幾種子 為什麼經常都麻痺的 雖然它是雷系 但是麻痺率會不會太高 噢麻痺不能動 但是我們都贏了 我們都可以贏到這一場的戰鬥 OK 因為我們有幾新種子 羊肉和白色羊毛 OK 就這樣了 那裡有隻雀仔等著我 呵呵 又想屠殺我啊這些 還要爛路 嘩 會不會頂了我下街的奇異種子 不要啊 用燈眼 又被開了寄生種子 煙光石火 啊我玩完了 竟然麻痺這裡 呵 神經病 又被雀仔打死了 究竟要死多少次在雀鳥裡 我也不清楚 好我看了這一陣子的合成表之後 發現有一件東西 好像是合成這個樹 這個樹呢 好像是Pixel網的東西來的 對啦 我們就試試做一棵出來 看看怎樣了 這棵 呵 為什麼它的樣子這麼奇怪呢 什麼 鐵套用設計 不是吧 這棵 這棵真的是 裝飾用 呵 這棵樹好像是裝飾用的 好這棵樹好像 好吧 放在這裡 呵 這棵樹我還以為是 什麼金果樹的東西 誰知道是這麼窄的道具 好 說時遲那時快又出了一些新精靈 就是這個波波球 波波球應該打得贏吧 我一定要擴建這條路 這條路厲害 很危險 其實終於飛到街上了 我們一定要擴大一點點這個空間 一會兒呢 我怕我自己掉下街 很危險 這條路 一掉下街 我整副身家就沒有了 因為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我又沒有做一個backup 所以呢 一會兒就擴建一下 這條路 起碼做多兩行 有菲葉拜刀 哇 95名重率 好害怕 沒辦法啦 厲害一點點 我們一定要用 糖和甘蔗 即是前面這隊 起碼要擴大一格先 後面不緊 因為後面很少情況下會生怪 即是譬如這條路 就這樣直線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條路很少機會會生怪 應該是說不會生怪 通常生怪都會是這些原始的方法 所以呢 你會看到整條路都沒有怪 不會有怪山 或者鵝卵石道都不會有怪 因為我特意去看那一下上網一些的教學 嘩 你看這些多危險 他就這樣 我用菲葉快刀試試看 菲葉快刀都差不多 我們用菲葉快刀拼它爆擊 因為爆擊率高一點的 用菲葉快刀 因為原本之前 咦 有動畫 之前的藤蔓呢 就... 低攻 還有那個... 有啦 然後爆擊 那個爆擊機率呢 就沒有菲葉快刀那麼高 所以我們用菲葉快刀打 雖然它是有抗性的 但是 還是贏我不到 現在已經... 已經成為手下敗獎了 好 你會看到這裡我鋪了泥土 因為我想測試一下泥土生不生得出怪 可惜的是生不出 如果要生怪應該是要用到綠色的這些草地才行 那邊有老鼠可以打 嘩 走了啊 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呢 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精靈中心那部機 對啦 有啦 那這一塊 那這一塊就要用到玻璃片 紅石燈 還有紅石 紅石燈就是螢光石 螢光石合起來的 那這個鋁板就有點麻煩 因為這個鋁板好像是要用到一些... 鐵那些東西 已經沒有記錯了 還是很簡單又能做到呢 啊 這些 我沙是可以隔到這一個的 喔 這樣也OK啦 那應該說可以 但還是要用鐵做的 對啦 它的鋁板呢 不是就這樣合成出來的 它要用到鐵的工具去打平它 那這個東西呢 等我遲些再示範一次給大家 但現在暫時地... 沒什麼資源 你看到鐵的... 只有多少塊啊 只有三塊 三塊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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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